缠,那些低头努力工作的人,最后怎么样了? 看到这篇文章的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996,不敢轻易辞职,晋升机会却很渺茫。 只身在外地漂泊,工作几年十几年,甚至买不起一套房, 不被认可,找不到成就感。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一本绘本,叫《禅》。 绘本很短,几分钟就能够看完,你却可以在故事中看到悲伤和希望。 故事的主角是一直来到人类钢筋混泥土世界的禅。 17年来,禅勤勤恳恳工作,任劳任远,忍气吞声。 但始终不被人类接纳为同伴,不被认可,不被尊重。 这不正像极了每一个在职场中辛苦打拼的小人物吗? 那么,遭受了不公之后,经受过欺凌之后, 在人生见不到一丝曙光之时, 禅是怎么做的? 我们又该如何做呢? 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你答案。 这是一个关于禅的故事。 禅不是人类,但来到人类的职场, 它要跟人类一起工作。 它在摩天大楼里上班, 做数据录入园, 工作了17年,没有片刻怠慢。 但功龄这么长的禅,始终是个小职员。 公司的人力资源说它不能够晋升, 原因是禅不是人,不需要资源。 他们打压禅,处处不与它方便。 禅不被允许用办公室的卫生间, 不能够跟人在一起上厕所。 禅没钱交房租, 公司假装不知道。 人类同时也不喜欢它, 认为它是个笨蛋, 轻描淡写就将它踩在脚下。 禅曾经很努力, 想要融入人类的社会, 但不管他怎么努力, 他发现自己永远跨不过物种的差别。 因为他不是人, 所以不能够享受人的一切, 还要干比人更繁重的活, 接受人的冷眼, 嘲笑和欺凌。 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 却又残酷无比。 这是禅的故事, 也是人的现实。 作者陈志勇曾说, 这本书是关于职场霸凌的故事。 生活中, 职场霸凌的现象无处不在。 多年前, 我辅助校园的父亲 曾经在一家公司供职, 公司里的老员工 对我父亲很不好。 在那里, 他除了日常的收发文件, 专写通知之外, 还要给公司的宣传部搬东西, 替企划部出点子。 平时上头视察, 一需要端茶倒水拿相机, 父亲就被推上去。 一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活, 却领着全国的薪水, 每个月六百块。 有一回, 上司让父亲帮他 撰写一篇职称论文, 那个月, 父亲连熬了两周的夜 才把文章给写完。 十万字的材料, 一万字的文章。 当父亲把它交到上司手上时, 上司没有支付一分钱的酬劳, 连一声感谢都没有。 只是笑嘻嘻地说了句, 年轻人多做一些没问题的。 这句话, 跟那句蝉不是人, 不需要资源, 多么的异曲同工。 世界上最残忍的恶, 是有理有据, 冠冕堂皇的欺凌。 故事里的蝉, 面对这么多的不公和欺凌, 他是怎么做的呢? 蝉没有怒发冲冠, 也没有自怨自艾, 更不曾怨天尤人。 所有的心酸、艰难, 他一一咽下, 纵使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 他依旧勤恳本分地工作。 十七年, 二百零四个月, 六千二百零五天, 蝉没有请过一次病假, 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职场里, 没有人总是加班到深夜, 只有蝉总是待到很晚, 直到把工作做完, 纵使没有人跟他说一句谢谢。 那些人只因为他是一只蝉, 就剥夺他的一切。 而蝉, 有一万个理由不好好工作, 他却没有那么做。 面对职场种种歧视和不公对待, 他亦安之若素。 不被允许使用办公室的厕所, 那就走很远到市区去接手, 即使每去一次, 公司都要扣钱。 没钱交房租, 就在办公室的角落安一个家, 静静地啃着树叶。 最后, 十七年结束, 蝉退休, 没有人握手, 没有人欢送, 有的只是老板冷冰冰的一句, 收拾干净桌面。 蝉没有说什么, 只是拿起来清洁剂和卫生纸, 仔仔细细地擦拭着自己, 工作了十余年的桌子。 直到即将离开职场的最后一刻, 蝉也没有变过。 他就是这样, 赵丹全收了, 承受了外界全部的恶意与不公。 出读之时, 曾觉得这是一种懦弱, 觉得蝉不该如此逆来顺收, 他应该拍案而起, 将那一落落的文件 连同所有的不满与愤懑, 一同砸向上司的脸, 快意恩仇, 不爽就对, 不服就骂。 这是当下备受欢迎的一种价值观。 但蝉却不是这样, 他沉默, 安静, 像是不曾遭受过这一切, 而那沉默里果层的 是深不见底的善良。 世上有些人 遭受了不公之后, 便变得激进, 分世, 力气深重, 仿佛这个世界亏欠了他很多。 但真正可贵的人, 不会被苦难和不公所击败, 被这个世界淬炼之后, 他们不会变得恶俗暴力, 反倒更显人性之光辉。 虞华的著名小说《活着》, 灵感源自一首美国民谣《老黑奴》, 歌中的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家人都先踏而去, 可他依然友好的对待这个世界, 没有一句抱怨。 这让虞华深受触动, 历经艰辛, 不怨不恨, 心怀慈悲。 这就是虞华眼中的高尚, 于是, 虞华写下了这本书。 禅也是如此, 在面对种种不公之后, 没有愤怒, 没有哀怨。 从这个层面, 他远比大多数人, 更可贵。 终于, 离去的时候到了, 被辞退的蝉, 没有工作, 没有家, 没有钱。 他独自走向摩天大楼的顶端, 是时候说再见了。 只见站在楼顶的蝉, 绿色的躯壳开始军裂, 渐渐地, 裂缝延伸到整个身体, 这道裂缝, 齐齐整整地将他的身体分成了两半, 然后从裂缝里生腾出了耀眼的红色, 蝉破咏了。 他有了红色的身体, 有了舒展的翅膀, 从此刻起, 不再受丑陋外壳的束缚, 破咏, 斩溢。 片刻后, 他便和无数跟他一样的蝉一起, 朝森林飞去, 漫天都是飞舞的蝉, 漫天都是耀眼的红。 书本的最后写道, 蝉都飞回了森林, 有时候想起人类, 忍不住哈哈大笑。 诚然, 故事里,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蝉并不可笑, 那些满腹偏见还自以为是的人类才是可笑的。 他们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去俯视蝉, 却没有将蝉击败, 反倒只暴露了自身的浅薄和无知。 最终, 人继续浅薄, 蝉却得到了升华。 或许, 这样的结局也昭示了某种意义, 那就是, 职场上也好, 人生中也罢, 那些安静地承受一切, 漠然地做好自己的人, 实则是最有力量的。 就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 笨拙, 迟钝, 爹管他叫龟儿子, 刚进军营的时候, 营长不要, 班长不要, 战友说他会被抓去喂猪。 许三多嘴笨, 不懂辩解, 所幸那就不辩解了, 正部踢不好, 他就每天踢正部, 班长让他修路, 他就真的去搬石头。 为了拿到流动红旗, 他可以一口气做333个腹部绕杠。 许三多没有成才那样的伶牙俐齿, 只有一步步的脚印, 最后, 许三多为了老A, 成了名副骑士的兵王, 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高诚说, 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 都像救命稻草一样抓着, 有一天我一看, 祸好家伙, 他抱着的已经是让我仰望的参天大树了。 缠就是一个像许三多一样的人, 很多人只看到他的傻, 却没有看到他的可贵。 很喜欢陈志勇在书本的最后引用的那个牌句, 记记负记记, 缠生可穿石, 令人想起圣经里那句, 柔顺的人将继承大地。 所以, 忘掉那些不公的, 忘掉那些丑恶的, 用良善之心包容这个世界。 最终, 永恒的历史女神, 必将给你最公正的评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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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